第十集 同静 公元前212年的一天 强大的罗马帝国 向弱小的叙拉谷国 发动了进攻 敌军从海上 陆地同时向叙拉谷逼近 整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 当时 根据国王的命令 保卫西拉谷的指挥权 由阿基米德来承担 眼看罗马舰队越来越近了 阿基米德仍镇定地 站在城堡上 眺望远方的海湾 忽然 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袭 威力无比的太阳啊 但愿你的威力 能帮助我拯救善良的 叙拉谷人民 他果断地下达命令 让全体妇女拿起 他们的铜镜到海边集合 这时 敌军见许多身穿白色长袍的妇女 向港口的码头聚集 但是 他们怎么也捉摸不透 阿基米德又在玩弄什么把戏 就在罗马舰队 步步逼近码头的时候 呼见对面 射来一道道明亮的光柱 这些光柱不停地移动着 最后 几百道光柱集中到一点 大一点 亮得出奇 灼热烤人 落到舰船的大帆上 把大帆烧着了 大火随着海风不断蔓延 顿时 整个舰队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惊慌失措的罗马士兵 带着满身的火 一个个跳下海去 岸上的叙拉谷妇女 个个兴高采烈 把镜子抱在怀里 大声欢呼 罗马人被打退了 罗马人被打退了 阿基米德带领着父女们守卫住了城市 但他们为什么可以用镜子点火呢 光具有能量 不同的物体可以不同程度地吸收太阳光 同时也就吸收了能量 这种情况下 除了直接照在物体上的光线外 镜子的反射也将光线引到该物体上 物体快速地吸收光 能量急剧增加 温度提高 达到燃点时就会起火 不小心在野外迷路的时候 如果没有携带打火机之类的 拥有一面凸透镜或者凹凸镜 将会是一个好的助力 使用凸透镜或者凹凸镜来点火 会比镜子更加方便 阳光通过凸透镜或凹面镜 汇集于一点时 温度就会升高 当达到被照射物体的燃点时 就会起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